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你来说我是坏人 你嫌我手脏 可我是人哪 我是全心全意爱你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可虎毒不食死 他是我的亲身骨肉 我想看他一眼有错吗 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行 我贺江山从来没求过人 为了孩子 我求你 我求你 只要你让我看孩子一眼 我就不上水死了 从今往后 我就当不认识你了 我也不会去打搅你 让你们幸福的生命 啊 秋月 你不能死 你要死的话 爱子就你妈了 不是为了我 不是为我 是为孩子 我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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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都不许认他 你发誓了 我发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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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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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哥 我今天终于嫁给你了 你知道吗 打小我记事起 我就喜欢你 我就盼着 等我长大了 有一天你可以 娶我当你的新娘 没想到 今天 我终于如愿了 九月 其实 我一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一直都没发现 我最爱的人 就在我身边 谢谢你 西安哥 你让我觉得 我很幸福 真的 真的 九月 我也很幸福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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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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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今天死了之后 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妈了 我们的孩子 什么孩子 我们的孩子 何江山 你记住你今天是我的话 孩子们就去看医人 你这辈子都不许认他 你发誓 爸 我们喝下有后了 今晚没人 快点 寻闭 ens辑 已经不见了 我要 明天 Marian 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过了啊 行 明天早上我再借货 先生 你们要点啥 来包瓜子 再来包花生吧 都说你们家炒货特别好吃 好嘞 海敏 一包瓜子 一包花生 好嘞 爸 妈 我来帮你们干活 真乖 ᾏᾮᾴᾶ᾽᾵ᾴ� "' 好 economical 几岁了 五岁了 几岁了 五岁了 真乖 这么小 就知道帮爸爸妈妈干个活了 是吧 先生 您的瓜子 还有花生 大嫂 您家孩子长得真好看 不光长得好看 还懂事呢 用不了这么多 没事 给孩子买汤匙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嘉珊 这个铃铛的另一只 在满侧的脚腕上 你要是想他了 就看看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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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麦子漏了 没看见呀 赶紧扫起来 回来了 回来了 李宗老板 这几架车麦子都是你在望月村订的 错不了 好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 别老板老板的 得叫厂长 不行 不是厂长 副厂长 人拿大事是水贴年 新名词我记不住了 旦旦 跟你叔说 妈的官职是啥 关中面粉厂的副厂长 看我娃都记得住你记不住 这娃的记性你大人强嘛 黑牛叔 你应该听我妈的呀 为啥呀 我妈是管你的呀 蛋蛋又长高了 那可不 也不看随谁呀 能不长高吗 你爸你妈的什么好吃的 往他碗里塞 再这么长下去 那就变成电线杆子了 这些年呐 云秀把面粉厂 打理得倒是顺顺当当呢 可是你说我这心里 还总不是个滋味儿 你说这廖家 那么大 那么多房子 就云秀跟蛋蛋俩人住那儿 你说一个女人带个孩子 这过的叫啥日子呀这叫 三娃 我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谁了 我老婆 把云秀的婚事 成天在嘴上挂着来 她把西安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 倒是有几家愿意 还是从没结过婚的人 也不嫌弃云秀带个娃 就是云秀不愿意见面 不愿意见面 为啥 她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见面像木头 这话呀 也只有云秀能说出口 她心里还装着那个廖春风呢 你说这个爱千刀的廖春风 你是死是活 你得有个信啊 你这不是害云秀呢吗 你要活着 你回到水日向来 哪怕诡计话也行啊 这话我都跟她说了十八遍了 春风要是活着 早回来了 我说三娃 现在都啥年代了 她想当猎女啊 不是 不是她想当猎女 是咱不清楚啥样的男人 才合她的心思呗 你不是她干爸吗 你直接问问她 到底啥样的男人才行啊 这事我怎么能问你 女人才能够得出口 大家应该是什么 甚至是她在派人 这事我都会说 这是她的男人 对她的男人 我说她是女人 那她是女人 那她不过了 她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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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过了 她的女人 她是男人 她是女人 她的女人 她是女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那么个伤那也叫伤 男娃受点伤怕谁没啊 那看了看不清楚 淡淡 咋回事 谁闹了 爷 你别担心 就是我在学校跟人玩摔跤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了一下 你这个娃啊 以后再耍的时候你小心点啊 说说说说 淡淡没那么娇气 一个男娃嘛 你得点伤算啥呀 跟爸你也说想个书 我叔太管着淡淡了 我说他什么呀 不是我管 是你沈管着呢 是吧 淡淡 是 严爸 我想跟你说点面粉厂的事 好 那你们谈正事吧 我就走了 淡淡 你是跟你爷回去 那儿等妈呢 我等妈一起回去 行 好 那 回说 走了 好 爷 再见 你去玩 行 去玩 好 行 你说 今年的咸阳小麦丰收 而且价钱非常便宜 我就想呢 咱能不能在 咸阳弄一个小麦收购债 你看 丰年的时候咱抓紧库存 你别不使是须 行啊 我马上派人过去 有多少收多少 行 那就这样 太好了 我今天工作也会报完了 没啥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干嘛 淡淡 行 咋了 还有啥事 你看这个 春风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应该 应该有点别的想法 干嘛 干嘛 我 我真的感谢您老人家的操心 我知道您操心我 我还是那句老话 有缘千里来相会 干嘛 我昨天晚上呢 梦见了春风了 走了啊 淡淡 跟你水里再见 走 快点 水里 再见 去 睡着了 水上了 来 给你盖上 照亮 十年呀 这一会儿就是十年 我不知道水上巷 有没有什么变化 你这一会儿 尽香情更妾 马上就要踏上那片 生我养我的土地了 正好 你说云秀 会不会还在水上巷 水上巷 我还在呢 不知道啊 不好说 也许她已经嫁人了 你说 云秀要是嫁人的话 她能嫁给什么人呢 如果她真的嫁人的话 我倒希望她能够嫁给水仙 水溪啊 嗯 就是和您一起 杀死过土匪黑王 后来又共同北伐的 那个军人 对 就是他 那可是个好人 也是个优秀的军人 如果他真的 把云秀给娶了 那也是他的佛妻 云秀这个人 善解人意 又这么聪明 更重要的是啊 他身上有一股 男子汉的气管 有时候啊 我都自贪不如的 春风 嗯 你说我们俩 都结婚这么多年呢 你每次提起云秀的时候 都夸他这儿好那儿好的 你就不怕我吃醋了 吃醋了 吃醋好啊 吃点醋你会更爱我 我还不够爱你啊 不够 不够 人对爱这件事情啊 是永远不会知足的 你也太贪心了吧 你应该知足啊 我可是毫不犹豫地 就跟你来到了心 你还真吃醋了你 吃 知道啊 谢谢你啊 先生 春风 其实我觉得老天爷 对我真好 你看你这么爱我 我也这么爱你 我们还有一个 这么可爱的茶色 我们还有共同的志向 这次来到心安 还可以一起工作 你知道这些 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多么幸福的一些事 还有什么比一家人 在一块儿更幸福的事 我好 妈 啥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就是说呢 有一个人你特别想见 可是咋都见不着 当你绝望放弃的时候 这个人甭突然就出现了 你知道这叫啥不 因为你俩已经有前缘了 不管这路途有多么艰辛多么长 迟早有一天你们会见面 会相会的 妈 那相会了之后咋办啊 那相会了之后咋办呢 那就永远在一块了嘛 你们几个烧等我一下啊 好 怎么样 这脚烧好点没有 好多了 但是还有点疼 是吧 这两天还发烧吗 徐团长 东北三省先送 小鬼子的野心 不单单是东北三省 他们是想亡武中华呀 从家务战争以来 他们就从来没有放弃 作为军人 我时刻等待着委员长的命令 和鬼子决一死战 徐团长 据省党部的内部消息 委员长将会在近期抵达西安 会督促张将军和杨司令 对陕北共军进行文教 你说委员长 这攘外必先内的政策 能不能放一放 通融一下呀 是啊 这成天就是练兵练兵 绞共绞共 我觉得 委员长应该另一个打算 大敌当前 现在要是进攻陕北的话 会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怒 可是共军经过长期的逃窜 已经在陕北汇合了 这势力正在不断扩大呀 忽然 现在陕北共军的兵力 还很难对国军构成危险 同时 我也不想同时操阁 相见太极啊 可是署团长 军令如山啊 兄弟啊 太气人一天了 这杨司令和张将军 谁愿意跟共军打仗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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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醒啊 你看 那什么 嗯 成乡 看到没 爸爸停车 我想好好看看 好 走 走 看 来 看了 来 看了 看了 看到成乡了吗 看到了 高不高 高 真是真好玩 嗯 看这个规模啊 唐朝的时候没犯法 这个城乡是明代的时候重新建过的 当年郑送去围城的时候啊 我爸就站在那儿 杜西文 都已经说了好多次 爸 我回来了 带着你的儿媳妇 还有你的孙女 我们一块儿回来了 家 guests 你一个人 过几天 我们给叶叶去烧点迹好不好 好 咱俩这次回来 跟着重任再见 爸爸你刚才说的重任再见 是什么意思呀 重任再见的意思就是 哎呦 吹发 他这么小 疼不疼 草草 不疼 知道什么叫众人才见了吗 知道了 好了好了好了 回家喽 回家回家回家 回家 回家 妈 你往路过去花雅 慢着点 大大 大大 没事吧你 快起来 大大 没事吧 没事 真没事啊 大大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下午不知道 淳风 启燕 要不注意点呢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哥 云霄 你还活着呢 云霄 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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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来找我你 你活着 你让我操心啊你 云霄 我以为你死了呢 妈 淳淳 快 交爸 他是你爸 快交爸 快 快交爸 他是你爸 妈 你不是说我爸死了吗 你爸是死了 可现在他又活了 妈在跟你说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 说的就这意思 快 快交爸 这是你儿子 淡淡 快交爸 别愣了呀 哥 这是你和云霄的儿子 我跟你云霄啊 女儿 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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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雨萧 这是郭晓月 我老婆 你们也行 我老婆 这是个女儿草草 说啥呢 那年我受伤之后 女秀你好 我叫郭晓月 以前春风就总提琴 很高兴认识你 廖春风 廖春风同志 郭小悠同志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一路上辛苦了吧 你要去哪儿 这天大地大 男人就应该闯天下 希望早日听到 你打下一片天下的消息 贺站长 我们出发前才知道 我们未来的上司姓贺 叫贺同 没想到居然是你 贺同是我上皇埔军校时候用的名字 这用了习惯了 所以就一直用下来了 这贺江山啊 就几个熟人知道 贺江山 贺江山 廖春风的事你早就知道是吗 我也是今天上午 上司跟我打电话我才知道 春风 春风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是知道我们工作的保护 春风 小悦 同事们还等着呢 我们走 好 那 拜拜 行 我先去报道 回来之后给你解释所有的事情 我先不想解释了 找他明白着呢 来 春风 回来再说啊 春风 走吧 走 上车啊 tv 哇 不 险哥 你得帮我个忙 到山谷海各都愿意 说吧 帮我搬家 从廖家搬出来 袁nın 云霄 我总不能跟你哥一家子 住在一个屋檐下吧 我们家房子那么多 房子再多 它也姓廖啊 可淡淡也姓廖啊 行 你们要是不愿意帮忙 那我就自己想办法 走了 来 风筝 你看那风筝都坏了 走走 马上就给你修啊 云霄 云霄 修严 你别看云霄表面真平静 她胸中的怒火 足可以把城墙烧毁 秀 你凭什么搬走啊 不搬 她廖春风就是接了婚生了娃 咱也不搬 这咱本来就住的是 人家廖家的房子 人家这会儿带着老婆娃回来了 你说我还厚脸皮住在那儿啊 那淡淡也是廖家的子孙呢 可我不是廖家的媳妇啊 我这住在那儿名不正言不顺呢 女舅 不是叔不想让你住 叔是怕委屈了你 是 我咋听着是二老嫌弃我跟淡淡呀 不是 愿意让你住这儿 那不就行了 我就喜欢住咱家 住咱家自在 那就住去 那我谢谢婶了啊 这孩子 这廖少爷呀 敢在外那儿娶老婆 要是廖举人还活着 非打断他的腿不扣 叔 咱能不能不说这个 你先帮我搬家吧 我总不能还跟那姓廖的住在一块儿吧 裴刘 来了 爸 啥事 套上大车 帮你去搬家 搬家 我哪儿搬啊 帮你家搬啊 真的 咋不愿意 不愿意啊 敢进去啊 兄弟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南京方面 特意派到我们复兴社的副站长 廖春风同志 他不然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 而且枪法其准 以后有机会 我让他给大家演示演示 好 这位是廖春风站长的夫人 郭晓月同志 也是我们电讯市新上任的主任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郭晓月同志 他出生于旺族 本来完全可以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但他立志 把自己献身于党国 献身于党国的统一大业 而且还受过美国情报人员的特殊训练 他的特长是破译电文 还有个情况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规定 一对夫妻是不允许在一起工作的 但这一次是戴老板特别批准的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这廖副站长和郭主任 在戴老板心目中的地位了 啊 阿朗 请廖副站长给大家讲话 那我就随便说两句 本人廖春风 出来扎倒 伯教 到了 走 总之 我们都要抱着对党国的利益 赴汤导火的决心和勇气 不辜负委员长 代处长 还有贺站长 对我们的厚爱和期望 共同努力 为了党国的事业 努力 奋斗 好 妈 我们为什么要搬走啊 妈不想住了 没为啥 妈 这挺好的 房子也多 院子也大 奋斗 去把院子打扫一下 妈 你说的黎明机器 撒扫庭院 今天就是黑天半夜 你也把院子给我扫干净了 知道用什么 能扫干净院子吗 用扫子 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你 真是由稚令 特别是最后那一军 共同努力 为了党国的事业 努力 奋斗 站上过奖了 这都是卑职的肺腑之业 坐坐坐 有什么不当这出 我还得站上多多指教 指教请不上 现在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关系 但今天啊 我们不谈公事 只谈私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妹妹云雪的事情 我是她的哥哥 也是淡淡的舅舅 舅舅 难道不是呢 是 应该是的 我先声明一下 一会儿我说的话可能有些难听 但请你理解我的心情 还有 对了 就算我们今天再怎么大吵大闹 也不能影响到今后的工作 在工作方面 我们一定要精神团结 有这么严重吗 我记得我当初走的时候 你和我妹妹举行婚礼了是吧 跟我妹妹说 后来你们吵架了 你就跑掉了 为什么吵架 吵架 吵架 你当初到水平下来是为了什么 找革命党员 替我爸报仇啊 你爸留着小脑子对吧 你爸经营了两次革命党的刺杀 我参加的是第二次刺杀 我扔了两颗手雷扔到你客厅炸死了你爸 你爸 你知道天儿说出了身世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你真的是贺归期的女儿 狂当我爸 贵 不是 不 cash 我怎么会儿 你怎么看的 我话也会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你多说 那些人有什么 我当初的心理 我跟着你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她怎么会好意思跟我说呀 既然云又没有说什么 那我就更不便说了 你怎么会好意思 你 numero天 你不是我来给你 说的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这样子 我来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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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